爱音乐只爱你 Music FM 993 广东广播电视台 音乐之声 大家好 我是Sania 云青 Sania 你好 你好 其实第二张专辑 我是想要 就像老师您说的 日记的感觉 因为第二张专辑 更多就是有可能 我自己经历的一些小故事 或者是说 我在我身边朋友 听到的一些感情故事 就我觉得 很触动我的一些东西 然后刚好又能在 选demo的时候 去听到一些音乐 它是符合这些故事的东西 所以就把它融合在了一块 那肯定就是 在未来的一个宁静首歌 现在你过得还好吗 有没有人去抚眼 别常跑去酒吧 那里很可怕 这首歌呢 是我自己写的词 我填的词 然后这首歌 它就是在幻想一个 甜蜜的恋爱 对 然后 是我自己有可能 会希望能遇到的 一个可爱男孩吧 就是希望在 未来能遇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出现 就是这首歌 当时收到demo的时候 它给我就是 想恋爱的感觉 对 怎么说呢 就是 也不是说 我特别想谈恋爱啊 但如果我觉得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期 能遇到一个不错的人 去相处 我觉得也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对 所以我当时就 有了这种恋爱的感觉 那 我就写一个词 来表达一下 在我心里面希望的 我们可以一起去海边散步 可以一起去 小酌一杯 我们可以去吃蛋糕 可以一起吃 就 小女孩的那种 情窦触开的感觉 对 还挺好的 对 可能就是因为恋爱节目 嘉宾做的还多了 对 就是 肯定是因为这个 我确实是 因为我近期也很喜欢 看一些恋宗啊 什么的 对 确实就是这些东西 也会让我觉得 如果我有这样的感情 会有多好 这样 因为我 我也很喜欢他 我很喜欢他的作品 对 我是喜欢他的作品 所以才说第二张专辑 希望能跟他合作 这样